全文一更到地 我了个烧缸 请宝子们坐稳服好 现在发车 觊觎了柳如烟三年后 我没忍住终于把她绑回了家 我在她的脚踝上拴练 告诉她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 第一个月她宁死不屈 警告我放她出去 第二个月她慢慢妥协 第三个月她开始变得得寸进尺 逼问我今天为什么往回家了五分钟 是不是在外面和女人鬼混 看着面前把玩着银练 眼角微红的女人 我崩溃了 到底谁才是病骄啊 今天又往回来了五分钟 柳如烟坐冷冷地看着我 纪博长你已经连续三天往回五分钟了 你是不是在外面和哪个烟女人鬼混了 她吃笑一声 红唇扯起一个危险的弧度 该不会我这里马上就要住进一个摄友来了吧 我咽了口口水 有些紧张地看着眼前 手指缠绕着银练的女人 昨天我说的你是不是都忘了 往回来一分钟就加一次 她把银练缠绕在我的脚上 或许比起我来 你更适合这根链子 我惊恐地看着她 张嘴要解释却被她死死地堵住了嘴 这特么到底谁才是病骄啊 她明明是高冷霸总的人设呀 两个月前 我干了人生中最行的一件事 我把我老板柳如烟给绑了 这是我暗恋她的第三年 之前她是我的学姐 毕业后我拉下脸皮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终于进了她公司 开始我只想着能在她身边看着她就好 没指望她会喜欢我 可我越看她越想得到她 于是决定和她表白 和她表白的那天 我正好撞见她和个男人亲密 她手里还抱着一大束玫瑰 我一时怒从心头起 我以不舒服为理由麻烦她送我回家 又借着上楼喝一杯的说辞 把她骗到了我家 用一瓶啤酒把她灌倒了 趁她睡着 我把她放到了卧室 用我刚买的一根细银链 把她拴在了床上 一个小时后 柳如烟醒了 她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链子 皱眉到记博肠 你这是在非法拘禁我吗 看着那双黑沉沉的眼神 我刚才的满腔热血 现在都变成了冷汗 硬着头皮警告她 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了 别想着逃出去 我这链子可是太合金打的 别说你了 就是摔一头大象都跑不了 柳如烟古怪地看着我 打了个直球 你喜欢我 我结结巴巴道 对我喜欢你三年了 可你不喜欢我也就罢了 你竟然还要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绝对不能允许 以后你就老实待在着 你的眼里只能看到我 你也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没理会柳如烟的警告 走出了卧室 其实刚才我就后悔了 而且柳如烟可不是什么擅长 看着高冷可听说 她好像是跆拳道黑带 还练过巴西柔术 我以前撞见过她被人骚扰 一下子就给人撂倒了 我那破链子 根本就不是什么太合金 是我随便买的廉价狗链子 只有小指粗细 她使劲一拽就能开 到时候我不会被她给打死吧 可我是真缠她呀 这个病交我是当定了 第一个月 柳如烟就像她说的那样宁死不从 每次我进卧室 她都用冷冷的眼神看着我 每次我想伸手动她 都会被她的眼神吓回来 好几次我趁着晚上摸进卧室 可是刚摸了一把就看见她睁开了眼 月色倒映在她眼里 像是刚刚苏醒的美貌吸血鬼 我吓了一跳 再也不敢去了 可她也不走 她好像真的信了我的鬼话 那根拴她的小链子 就像是拴大象的小木棍 还真把她困在原地了 好在链子足够长 屋里的独立卫生间她都能去 我想应的不行来软了吧 每天去她屋里说我对她的暗恋事 可她从不和我搭话 每次我说有多喜欢她的时候 她都别过头去 好像厌恶的连看都不想看我一眼 到月底的时候 我终于有点灰心了 我想算了吧 强扭的瓜不甜 我最多也只能偷偷看她 干脆还是把她送回去就去自首吧 其实我也明白 柳如烟那样的人怎么会喜欢上我 那时候我刚进文艺社团 要在晚会上出节目 我和一个女生搞了个钢琴小提琴合奏 结果那个女生的男朋友吃醋 上场前一天用分手威胁她 不许和我同台 临时没了搭档 是当时路过的柳如烟拿起了小提琴 对我说谈吧 我给你伴奏 那次的演出很成功 最后一个音节落下时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后来我才知道 柳如烟根本就不是我们社团的人 是学生会主席 那天真的只是路过 看我太可怜了 才顺手拉了我一把 后来我去和她道谢 她只是淡淡地点头就离开了 对她来说 那大概只是她人生中 不起眼的一个小插曲 可对我来说 从那天开始 我的眼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后来她毕业开始创业 我也跟着进了她的公司 可她对我的态度 却一直都不冷不热 现在我把她绑回了家 她也不肯屈服 我叹了口气 决定今晚上再去看她几眼 捞够本了就放她回家 我没想到柳如烟这次没睡着 我刚走到床前 就被她一把握住了手腕 就在我吓得魂飞魄散的时候 柳如烟睁开了眼 午夜的寂静里 只有我怦怦的心跳声 和她阴雅的声音 纪博昌你有病吧 可能是我的错觉 在她的眼里看不出一丝恨 我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 她坐起来揉着眉心 你就这么想和我一起 我点点头 废话 不想的话绑她来干嘛 那好今天晚上你就搬过来睡吧 但是说好只能睡觉 不能干别的 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狂点头 都搬过来了离干什么还会远吗 从这天晚上开始 我终于如愿以偿 每天可以幸福地看着她 感觉梦都变成粉红色的 只可惜 柳如烟每天早上醒过来都脸色发黑 估计是身体虽然妥协了 可是心里还觉得屈辱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个月 柳如烟变得有点烦了 从一开始的对我不冷不热 到我干什么她都要管 连我几点下班都管 也不知道为什么 公司没了她还是一样运转 好像大家都没发现老板失踪了一样 甚至规模越来越大 最近人手不够 又招了一批实习生来分给我带 有个叫大美的实习生 是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 一米六八的个子 高挺的鼻梁上还有一颗小致 垂眸时能看到又长又直的睫毛 她的嘴又甜 学习也认真 下了班拉着我问这问呢 虽然我心里只有柳如烟 可是面对着这种美女 谁能拒绝她的问题 于是第一次回家就晚了半个小时 那天回来的时候 柳如烟的脸比外面的天色还黑 给她送饭的时候 她一屁股坐在我大腿上 把头埋在我的肩上 我还以为她终于想开了 正高兴时 她却突然说你身上怎么有香水的味道 我想起 大美身上的清新香气 大概是今天教她怎么用公司打印机的时候 离得太近 蹭上了一点 柳如烟是长了个狗鼻子吗 这都能闻出来 见我没说话 柳如烟冷笑起来 每天说有多喜欢我 结果还没到三个月就腻了 在外面有了烟女人是吗 果然得到手的就不会珍惜了 纪博尝我算是看透你了 等等 这怨妇一样的语气是怎么回事 我赶紧解释不是不是 就是来的实习生太爱学习了 我就教了她一下打印机怎么用 打印机都不会用 就这智商还能进华页 柳如烟的脸色更难看了 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手机 她叫什么 我让人是开了她 我瞪大眼不是你哪来的手机 你的手机不是让我没收了吗 她有手机为什么不让人来救她呀 柳如烟一愣 她把手机随手一扔 用不知道什么时候卸下来的银链 把我的手拴在床头上说道 你今天晚回家了半个小时 我要惩罚你 之后我和柳如烟 就发展成了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 她从不开口说什么 所以我也从来不问 我只怕问了 得到的答案不会是自己想要的 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刚要走 我们组的组长王鹅 就半靠着坐到了我的桌子上 我微微皱眉 这个王鹅之前对我爱答不理 每次跟我说话都趾高气昂的 自从知道我家全款在本地 给我买了套房后 就盯上了我 她家是农村的 靠工资想留在本地买房不大现实 于是就开始骚扰我 看在她算是我的半个领导的份上 我每次都委婉地拒绝了 她却跟牛皮糖一样 甩都甩不掉 小季 城东刚开了一家火锅店 给你个近距离和领导接触的机会 今晚上请我吃饭怎么样 我心里烦得要命 不好意思 我今晚还有事 什么事啊 你出女朋友了 我顿了片刻 点头倒对 谁知道这个王鹅不依不饶 骗谁呢从来就没见过你女朋友 是不是觉得跟我吃饭有压力啊 你别紧张 我很好相处的 让让我要走了 我忍无可忍 直接绕开了她 看我不买账 王鹅的脸拉了下来 我不搭理她刚要上电梯 她却一把拽住了我就要继续找茬 突然一只纤细素白的手 一把扯开了她的手腕 大美吃笑 这么眼红人家买房子了 你可以去卖啊 我不对 她上下扫了王鹅几眼笑道 瞅你这样出去卖 估计都得倒贴吧 王鹅气得嘴唇直哆嗦 挣了好几次也没挣脱 再骂也都会被大美兑回去 最后只能铁青着脸狼狈离开 我看向大美 谢谢你啊 在大美的脸上 那一刻的不悦和冷漠瞬间消失 她又恢复成了那个眼神清澈的女大学生 她轻描淡写的说别担心 纪哥 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跟女人计较 那就让我来 毕竟人家已经给了面子 她接着提让我送你回去吧 外面正在下着雨 我沉阴片刻 最终点了点头 当我系好安全带 情不自禁地说 真的很感谢你今天的帮助 但王鹅那个人你知道的小心眼 我担心她日后会找你麻烦 大美只是微微一笑 自信满满地回答我担心她 你太小看我了 她一手轻松掌控着方向盘 手腕上的那块手表 价值足以购买十辆她正驾驶的车 她散发出的不经意的贵迹 让人不禁猜想 你这么早就要回家 难道是为了见你的女朋友吗 大美侧目问道 我略显尴尬 因为我和柳如烟的关系还不清楚 只能含糊其词 算是一个朋友吧 大美听后笑了那就好 我还以为我没机会了呢 我不是没察觉到大美对我的好感 当时她是以管陪生的身份进来的 那些老油条怕她以后进来 抢了领导职位 都不愿意好好带她 把她推给了我 这些日子我是真的很用心在叫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似乎越来越依赖我 这在同世间也引起了一些窃窃私语 问我她是不是在追我 可是我喜欢的是柳如烟 女大学生 在美貌我也只是欣赏而已 我摆了白手 华叶可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再说咱俩差了三岁 你有这净往年轻小伙身上试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大美却只是笑眯眯的不说话 到了楼下 季哥不请我上去喝杯茶吗 他的眼里含着期待 我打开车门 今天不方便下次吧 谢谢你 然后就上了楼梯 本来我今天都算好回家的时间了 因为这个小插曲 我这天晚了五分钟 柳如烟居高零下地看着我 一分钟一次 好家伙不得到后半夜去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 把公司王娥的事告诉了她 柳如烟的动作停住 谁骚扰你了 营销部的王娥看我买房子了 就非让我请她吃饭 不依不饶的 柳如烟直接拿起手机 几秒钟后 电话那边接通了 她的声音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营销部有个叫王娥的 明天就让她收拾行李滚蛋 告诉咱们合作的所有公司 在接受她的一律取消合作 她挂了电话转过身 这种事怎么不早和我说 我嘟囔着 咱俩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说有什么 用柳如烟沉默下来 脸色有些难看 我突然想起今天大美问我的那句话 柳如烟我们到底算什么关系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愿意陪我在这里玩这场游戏 她和我发生过无数次亲密的关系 可她从来不提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 大概是今天本来心情就不太好 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 或许柳如烟就是无聊了 在我的身上找乐子而已 如果她真的对我有好感 怎么会总是这样跟我不亲不楚 我是因为太喜欢而缺少勇气 那她又是因为什么呢 是压根就不喜欢我吧 我的猴头突然有些苦涩 我把那根早就被柳如烟扯下来的银链扔在床上 不用现在马上对我答复 如果我们的感情是双向的话 那我希望明天下班的时候 还能在家看到你 如果你对我没意思 那你明天就走吧 说完我转身出了门 我不是不想和她当面说清楚 只是我仅仅是看着她心里就生出了惬意 我不敢去想 柳如烟那样的人 身边永远都不缺追她的男人 其中更不缺条件好太多的 她会喜欢我什么呢 我承受不了她当面拒绝我 这一夜我们都没再和对方说话 家里一片静悄悄的 只有偶尔卧室里会传来细碎声响 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整天 我都没心思工作 偏偏这天又特别忙 领导让我们联系客户 我头昏脑胀地打了一天电话 直到下班才松了一口气 拖着满身疲惫到家门口后 我深吸一口气 打开了门锁 我想拖延一阵子再回来 可是拖延的每一分钟 都胶着地让我坐立难安 最后我还是决定回来 反正伸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长痛不如短痛 走进屋里客厅里静悄悄的 我浑身的血液都凉了下来 三步并两步地冲进了卧室 卧室里空空如也 只有一条暗淡的银链放在床上 被子被叠得整整齐齐 我一个人站在被割裂的光影里 慢慢伸手按住心脏 奇怪明明也没有什么伤口 是在夺我 打她的电话都是空号 我联系不上她了 天亮的时候 我拉黑她一切联系方式 我已经很努力说服自己 可我依旧没办法走出来 那些深夜里的拥抱和温度 原来都是假的 从头到尾 我就好像一个小丑 柳如烟从来都没喜欢过我 哪怕一点 就在我下班的路上 怅然若失之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 车子鸣笛的声音 一辆黑色的车 穿过雨水停在路边 穿着吊带短裤的大美佣对我说 季哥上车 用大美递过来的衣服 擦完头发后 我看见衣服的标志沉默了 没记错的话 我上个月在专柜 看见过这件衣服 价值一万七 顶我两月工资了 我一言难尽地 看着毫不在意的大美 你知不知道这件衣服多少钱 大美瞥了眼 不知道 上周回家降温 去商场随手拿的 你怎么了 她分神看了我一眼 原本扬起的嘴角弧度落下 谁欺负你了 我苦笑没人欺负我 失恋了而已 想了想我又倒也不算失恋 算是表白被拒绝吧 大美没说话 过了一回 她伸出手碰了碰我 那是她没服气 既跟你掏一下我的裤子口袋 她的裤子里却是鼓鼓囊囊的 揣着些什么 我有点不好意思 尽可能没碰到她的掏了出来 是个蓝丝绒的小盒子 打开一看 里面装着一枚领带夹 精致又帅气 那天去看到觉得很适合你 她的眼里带着笑意 我说不行不行 这太贵了 我不能接受 就当是感谢你这些天 教我的礼物吧 别拒绝我 我明天就要辞职回去上学了 我愣住了 最后我还是把领带夹赛给她 感谢我心领了 礼物就不用了 那你以后还会来吗 话刚出口我就察觉到 自己问了个很愚蠢的问题 像大美这种附加千金 家里肯定是有产业的 怎么可能会来别人的公司打工 果然她看了我一眼 记得是舍不得我吗 可我毕业就要回家干活了 以后应该不会来华业了 这样啊 我稍微有点惆怅 想到以后都看不到她了 还真有点心里不适滋味 不过我以后还是会来找你玩呢 她朝我眨了眨眼 到楼下后大美把我送进了楼道 我刚要走 她却叫住了我 拿出那枚领带夹 轻轻地为我加上 她认真打理着我的领带 我们之间距离太近 我甚至能数清她每一根线长的睫毛 有那么一瞬间 我的心脏停跳了一排 大美仰头看我 记哥 她的话被林立的声线打断 你们在干什么 我猛的一回头 看见了撑着伞站在雨里的柳如烟 怪不得我的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回 原来是有了新人了 柳如烟一个轻烈冷笑 记博长真有你的 说喜欢我 是不是你和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先是一惊 随即怒气涌动 死死地攥着手指道 柳如烟你神经病了 明明是你先走的 现在反过来怪我 难不成你不喜欢我 我还必须跟舔狗一样围着你是吗 柳如烟解释道 我是走了 可那是因为我爸在美国住院了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短信你也不回 难道不是因为你又看上了她 她指向大美 我愣住了 那天似乎是有个陌生号码 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以为那是骚扰电话就没接 可是短信我是真没收到 我思索片刻 赶紧翻出手机 果然垃圾信箱里有一条短信 都是那个陌生号码发来的 记博长我爸在美国出车祸了 我得先去一趟 你说的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了 我对你不是玩而已 但是喜欢你这种事情 我不想用短信这么潦草的方式 我想回来当着你的面说 等我 我站在原地 看着那条短信一动不动 半天后我说到你换手机号了 那个手机号停机了 这是我的附号 我死死地握住手机 慌乱地解释 我没看到 陌生号码被拦截进垃圾信箱了 柳如烟却只是默然地看着我 记博长本来我该再陪我爸一个月的 可他刚脱离危险我就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这半个月我是怎么过的 我想给你发微信 却发现被你删除拉黑了 我给你发短信 你一次都没回过 我急得要命 赶了最近一班飞机回来 我也以为大概也只是个误会 可是他看了大美一眼 低潮出声 原来压根就没有什么误会 只是你有了新人而已 就是误会 我没有误会 柳如烟淡淡道 那你告诉我 你们刚才在干什么 记博长我只走了半个月不到而已 我说不出话来 刚才的氛围 摸着我的良心 我也没办法说不暧昧 柳如烟一眼都没再看我 转身上了车 黑色的劳斯莱斯在云木里鸡翅而去 再也没有停留 记哥他就是你那个告白失败的人 大美低头问我 我闷闷地点了点头 从领带上取下领带加给他 礼物还给你 我真的不能收 不过还是谢谢你 大美一愣 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苦笑 还真是无情啊 好吧那这次我收回来 希望下次你就不要再拒绝我了 我失魂落魄 也分辨不出他在说什么 随后道别后上了楼 阴天的傍晚 我独自坐在床边 我凝视着手机屏幕上 柳如烟发来的那条信息 他说他喜欢我 这份突如其来的坦白 让我意识到他的心意与我的一样 然而在那一刻 我却选择了退去 甚至在大美的短暂光芒中 我的心稍微动摇了 我以为世界如此广阔 总会有人珍惜我 却没想到 我自己成了阻碍 第二天柳如烟重返公司 我的心既期待又害怕 与他相遇 在电梯里的偶然邂逅 我彷徨无措 而他却仿佛决绝地从我身边走过 几日离我苦苦思索如何向他道歉 甚至考虑过直接冲动行事 就在我犹豫不决之时 一个八卦打断了我的思绪 柳如烟即将订婚 那张照片上 他与未婚夫显得般配至极 我甚至不由自主地赞叹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决定亲自找他求证 却在办公室门口遇见了一个男人 他与柳如烟实之紧扣 彼此间满是温馨的氛围 我目睹了柳如烟对那个男人 展露出的温柔 心中的疼痛与错愕难以言喻 当他介绍我时 他的眼神冷淡至极 只言简语地将我定义为 无关紧要的人 我站在原地 如同被时光遗弃 心中空荡荡的 仿佛失去了所有 直到同事从我的身边路过 拍着我到纪博厂 怎么了找刘总啊 他刚送未婚夫去了 不然你一会再来吧 我低下头 轻轻抚上胸口 想扯出一个笑 自己却都知道 那笑容糊涂 没事我轻声到我不找他了 第二天我就提交了辞呈 领导和同事都纷纷挽留我 问我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 我沉默许久 因为留在这里的理由没了 我是为了柳如烟 才进了这家公司 现在他订婚了 我也该离开了 搬着指向离开的那天 我在电梯口撞见了柳如烟 他还是一身职业套装 高领之花的模样 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箱子 语气听不出情绪 你要走 我点点头 没说话 纪博厂你还真是好样的 他突然笑了 我不知道他说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也懒得再去猜测了 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 他也不可能再为我放弃联姻了 再纠缠又有什么意思呢 只会让我自己更难堪而已 我用最后的体面 说祝你们百年好喝 柳如烟却只是死死地盯着我 一言不发 电梯很快到达 我转身离开 背后的视线却一直 灼灼的没有消散 柳如烟订婚的消息 很快传开了 甚至上了当地的报纸 他们俩的男才女貌 任谁都要说上一句天作之和 订婚的日子选在六月 我不知道这些日子 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我疯狂投简历 给自己找事情干 让自己不要闲下来 因为一闲下来 我就会想起她 她睡过的卧室被我锁住 成了家里的禁地 这期间大美经常来找我 我一开始每次都拒绝她 甚至拉下脸皮和她说清楚 我最近没有谈恋爱的想法 可她每次却都只是笑着回答我没关系 那我下次再来 说不定你就会答应了 一次次的 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再拒绝下去了 就和她出去了几趟 不得不说 年轻女孩子身上就是有种神奇的魔力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心情真的轻松了很多 她拿着糖葫芦让我咬一口的时候 我是真的把那些伤心都忘掉了 可是晚上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 那些记忆又好像复古之躯一样 如影随形 让我闭上眼就想起 这天大美又约我 说最近海边来了很多海鸥 要不要一起去喂海鸥 我和她光着脚踩在沙滩上 闲适的海风带着水汽的清新 我突然就觉得轻松多了 记哥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大美歪头问 我想了想 穿套装很好看的 表面看着很正经 其实闷骚的能和我有很多话说的 最好再戴一副金丝眼镜 还没说完 一个人的样子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远处的情侣在沙滩上画着爱心 笑着追逐打闹 最后闹累了 两个人一起靠着坐在沙滩上 女孩突然问 以后要是咱俩分手了怎么办 那就把你追回来 要是追不回来呢 男孩想了想到那就一直追 一直追直到追回来为止 记哥欺失我 大美似乎想说些什么 可我的大脑一团乱马 什么都听不进去 远处的教堂突然传来了终声 我后知后觉的发现 今天就是柳如烟订婚的日子 她会被别的男人戴上戒指 说永远爱她 她会彻底离开我的世界 从此和我在无瓜葛 海风吹起我的头发 我突然觉得 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 充斥了整个心脏 在这一刻 我很想见见柳如烟 念头一伸出来 就再也控制不住了 我对大美倒不好意思 我有点急事要先走 大美只是定定地看了我一会 眼里神色复杂 是要去找柳如烟吗 我点点头 大美沉默许久后 她露出一个无奈的笑 这里到教堂不好打车 我送你去吧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能尴尬地道谢 大美叹了口气不用谢我 以后要是她对你不好 就回来找我吧 一路上我都心急如焚 我怕我去晚了 订婚仪式已经结束了 大美一路把车开到门口 我下了车就冲进去 我这辈子没跑得这么快 可我只想再快一点 让我能再早一点看到那个人 我一把推开教堂大门 我气喘吁吁地停住脚步 瞪大了眼 教堂里除了牧师和柳如烟之外 一个人都没有 是我来早了吗 我心乱如麻 还是说我来晚了 他们已经结束了 就在我慌问无措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露出一个 如是重负的笑容 她对牧师说我未婚夫已经来了 开始吧 我整个人都傻了 等等 你今天不是要和润友的公子订婚吗 柳如烟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我和她只是合作关系 她不想听家里的 找一个没感情的人联姻 让我注资她的公司 帮她创业 脱离家庭控制 而她要在你的面前装成我的未婚夫 你炸我 柳如烟轻笑不然呢 季博长我一直等着你来找我 结果等到你辞职了 你也不愿意来和我把话说清楚 我要不是这样 你会来找我吗 那你来找我不就好了 我有好气又好笑 凭什么柳如烟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是你先在我的面前和别的女人亲亲我我 我再去找你 我还要不要脸了 好在你没让我失望 我简直气笑了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怎么办 柳如烟沉默了 许久后她才开口 那我在想别的法子 她握住我的手 随后拿出一枚钻石戒指递给我 算我借你的 以后你要买一个还我 牧师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柳如烟神色认真 纪博长你还欠我一句对不起 可我也欠你一句 我很喜欢你 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注意到你了 但是因为我爸在我小时候出轨 导致我妈抑郁自杀 所以我一直以来对感情都很抵触 我正然想起 确实这些年从来没见柳如烟谈过恋爱 不止没谈恋爱 她身边似乎一个关系亲密的男人都没有 有那么一段时间 身边的人都在偷偷猜测 柳如烟是不是喜欢女人 要不是她表现得这么难追 我也不会想出把她绑回家这种馊主意 我很害怕我的另一半会背叛我 我也怕我会像我爸那样 成为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可是现在我想明白了 我确信我不会背叛你 我也会永远对你好 让你永远留在我身边 所以你愿意娶我吗 我眼眶酸涩 颤巍巍地把戒指戴在她无名指上 我愿意 两个月后我和柳如烟结婚了 主要是她比较着急 说怕再不结婚 我又在外面有弄出了什么姐妹 婚礼那天大美也来了 她眼下清黑 满脸不愤 纪哥她到底比我好在哪 她都是老女人了 有我年轻貌美吗 我笑着握住柳如烟的手 可我就喜欢她 大美无奈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盒子 之前的领带家 那时候你不肯收 现在作为新婚礼物送你 你总能收下了吧 我伸手拿过盒子 谢谢你 以后她要是对你不好 你就来找我我等你 那你就等着吧 柳如烟冷笑 等到死你也等不到 婚后柳如烟搬进了我家 我问她脑子是不是有病 自己的半山别竖不住 非要住我这个不到一百平的小房子 柳如烟没说话走进卧室 没一会她走出来了 手腕上还缠绕着那条银链 我记得你好像还欠我五个小时 那咱们就开始吧 等等我惊慌到 什么沉芝麻烂骨子事 你还翻旧账 柳如烟一把把我推倒 再多说一句就再加一次